早點 老闆到了喔 怎麼起不來 老闆怎麼不下車 哥 我被吸住啦 你看不出來嗎 老闆不好意思 我忘記熄火了 沒熄火的話 油箱會有漲窩 油箱會有漲窩 老闆好 老闆請進 為什麼要從這裡啊 老闆不好意思 廁門壞掉了 喔喔喔喔喔喔 來來 來 好喔 新人請問加什麼 95加滿謝謝 新人加有要熄火嗎 欸不好意思 我這熄火就沒辦法發動了 好啊 怎麼加那麼久啊 新人不好意思 沒有熄火我加不滿 沒有熄火我加不滿 你這個在幹嘛 老闆不好意思這是加油送的 蛤是喔 真的假的 加油送的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哈囉 哈囉什麼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 老四推車 這個上一集相信大家已經看到這台車的收購過程了 好不好 既然已經幫忙處理了 這個在我們拍完之後呢 就要把它交給同業 所以趁這個機會呢 來拍看看這個高級的工業 先驅的製造者 製造出來的車如何 我們也上路實際開一下 雖然這個車子在店內 本店是沒有販售的 再次在這邊宣導 來到現場 2014年的 娜智傑M7 Turbo 以前叫做MPV 2200cc渦輪增壓 剩下的一些數據放在這邊 包括它的尺寸 好不好 這個宣稱是現在 中古車市場最便宜 年份可以買到最新的 七人座MPV車款 首先呢我們看到它的車頭 阿對今天是芒果齁 今天跟我搭檔的是芒果 好不好 來拼掌聲鼓勵 我自己自帶一下 來看一下車頭 芒果你們覺得這車頭 怎麼樣 如何 來我聽一下你的意見 覺得這個車頭大燈如何 中規中矩 中規中矩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是有點土一啦 那包括這個整體啊 下收的造型 跟它整個氣壩 我就覺得有一種 鈍鈍的感覺 說銳利也不銳利 說霸氣好像也 沾不上邊 新車113萬 等級的一個旗艦款 所以它搭配的是 215 55 17 正常應該是 215 60 16 如果不是旗艦款的話 對 當時新車的價錢是從 84萬到113萬 然後當時是領這個客貨車牌 所以客貨車牌 後面應該要橫桿才對 對不對 然後它也有這個客車的形式 但是是接單生產 好不好 來看一下側面喔 一樣在這個方向燈的地方 有做一個飾板 好啦還不錯 還有非常大顆的後照鏡 因為它這邊旁邊要做一個鏡頭 所以它這個後照鏡顯得特別的大 接下來呢它的手把呢 前後做一個呼應 做一個連接 然後它配有雙電動滑門 但是滑門的速度有點慢 機構的聲音有點大 包括它一開始的卡拉 跟那個馬達的聲音 跟它的運轉 是非常緩慢的 可是也不能這樣講喔 它是這個 2014年嘛 甚至更早 它就出了 所以說這個是以當時的一個科技 不是現在 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站在一個公正客觀的角度 我們不能站在一個想要先入為主 去diss它的角度 實地的做一個簡單的小小的測試 因為我也蠻好奇的 這個尾燈也是當時的設計 它這邊有故意用了一個 裡面的壓克力的變化 那做了一個像光條一樣的 乳素的燈 然後呢它是沒有配備電動後尾門 不過它目前這個升起來的機構還 力道還不錯 那後面呢 行李箱也就是符合差不多MPV的一個大小 那它有做的比較深入一點 後面呢它也是做的可以收納的 喔它也是可以翻過來 有沒有 它也是可以跟我上次那個奧德賽一樣 好不好 所以奧德賽那沒什麼了不起的嗎 我納也做得出來 欸幹應該可以平啊 它怎麼不會平 是不是 幹卡住了 靠杯 欸 阿柯 阿柯 這有步驟的啊 我看 步驟 我來看它步驟 來來來來 你拍它 它步驟來來來來來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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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出來啊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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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有一些地方呢 讓你搞不清楚當時他們在想什麼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好不好 像這個箱子我就覺得 感覺還蠻有尊貴感的對不對 它上面如果寫個Lazers 上面寫個RR 我們都開Rose Lice 你開馬自達 Royce Lice 梁家輝配音喔 對不對 我們都開Benz Royce Lice 我們做的都是Benz 都是Rose Royce Royce Lice 你有看梁家輝嗎 沒有 好啦 有年齡有差距 反正這個箱子感覺就是還蠻用心的對不對 然後呢 我在這邊看到 它非常貼心 它在那邊做一個後面的燈 可是你看那個開關 燈的開關 超級有年代感 昏暗的魯素燈泡 它這個開關啊 整個按起來的手感啊 很像我在以前在那個 上那個 基本電學 電子學的時候啊 光華商場買一些開關 一個五塊 一個三塊的好不好 不是真的礙線路為主 可是這真的在開關上面質感 真的是有差 你看這有個很屌的東西喔 有沒有看到 你看這什麼 膠帶 橫桿 這就是驗車的時候有沒有 從後面拍起來的時候會有一個橫桿 因為它是客貨的嘛 有拍到 有 有沒有看到橫桿 這個 跟上次那個TIDA後面撞到貼紅膠帶 是異曲同工之妙 客貨橫桿 屌了吧 旁邊也是橫桿耶 你看 有沒有看到 那邊是橫桿耶 哇好屌喔 從外面看就可以看到桿子了耶 欸有橫桿耶 好偉大的發明啊 關起來 我們要來去看一下它的內裝 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來 打開的第一眼感覺怎麼樣 你是第一次看它之前嗎 對 之前就做過了 第一次 好那你覺得這個內裝如何 它椅子那個 林格文做得還滿漂亮的 不錯喔 嗯 林格文還不錯對不對 這個叫做那個嘛 精華麗芝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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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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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以前 魯龍仔很會做啊 魯龍仔以前那個 Murita 它的內裝就用這種林格文 營造出一點那種 復古的質感 好不得不說 這個椅子呢 我覺得 長的是好看的 一直到現在 你也很難得在 現在的新車上面 好去看到這個麗芝文 門板呢 全部都是塑膠的 那這邊有一個塑膠皮 好這一摸就知道塑膠皮 它這個質感啊 你不用講說 它會有什麼真皮出現 喔 欸 是我沒有研究 搞不好它是真皮 但我換句話說 如果它真皮做的 讓我一摸就覺得是塑膠皮 那也沒屁用 哈哈哈哈 是類似這種感覺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椅子 它這邊有這個支援 兩組機翼的電動椅 應該是八項電動椅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喔 你看喔 它這跟它的電動尾門一樣 它機構運作的時候很大聲 而且很慢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機構都是慢的 欸不過很認真喔 你看 它頭枕有做給你一個 不會讓你的頭晃來晃去 跟那個奧德賽後座的那個 頭枕一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旋轉式的腰靠 我在旋轉這邊 同時這邊又封起來 有沒有 好它這邊 也是喔 這個塑膠其實都有一點 我不知道 整個按鍵的阻擬桿都做的 就差 就是差了那麼一些 好不好 欸 這真的像那個 老人機的手機 你看 你看它的那個 P壓跟那個時速 多大多粗字體 它所有的東西都很大 欸它連這個里程都超大 真怕你不知道說 你現在跑幾公里 真的啦 你看這個 HT喝 很懷念的那個 HC喝的那個 手機的那個介面的感覺 有沒有 欸強強聯手 台灣兩間 最 科技龍頭 科技龍頭 欸 很好 強強聯手 一起發明了 尖端科技的結晶 然後呢 它這個前面啊 有一些木質的紋路啦 這個上一集也介紹過了齁 我這個 這個我個人蠻推的啦 它是一個可變換的杯架 再插回去 它有卡榫 再卡住 有沒有它卡住了 它這個就是 一個這個 立方體有幾面 四面 六面啦 哈哈哈哈 這九面耶 四面 哈哈哈哈 你會被網友笑 我跟你講 大罐一點的圓形 稍微小罐的圓形 最小罐的 有沒有 小咖啡 對不對 還有 我最喜歡的 新鮮烏 鋁箔包也放得下 你可以 隨時看你要哪一面 把它用卡榫 卡進去就好了 它裡面卡住了 這個我很喜歡 但是 不是 它這裡 我跟你講 最高級的標準配備 面紙 高級面紙套 這個面紙套 我跟你講你要換就屌了 這個面紙套 你要換 你是不是一定要把這拿走 然後這要打開 有沒有 然後塞爆面紙進來 關起來 然後再把這兩個拿回來 有沒有 哇 好好玩的一台車喔 你光 換個面紙 你就可以玩一整天 沒有它很貼心 我剛說了 它很常試著要把這個東西設計的 讓你覺得它在用心 比如說 你看它這個裡面打開 裡面其實有這個 HDMI 有USB的接手 可以接這個 電話 然後裡面還有 AV影音系統 然後這裡還有做了一個 這個卡電 好不好 這個有夠錢 這個能稱為一個手套箱 真的是手套箱 放手套嘛 這真的很小 空間都不知道用去哪裡了 好不好 可能走很多影音系統的線啊 之類的 我以為它有三區恆溫 可是事實上 它這邊前面只有單區而已 所以後面在一區 所以它也是兩區而已 以前喔 魯龍仔的車啊 都會弄 有一張在突幣有沒有 出來的時候很屌 哇 有那個小姐 廣告的那個小姐 戴個耳機有沒有 欸欸 這裡是突幣 請問需要什麼服務有沒有 哇 那時候覺得很高端了 你知道嗎 結果到最後 不要說什麼 電話根本就打不通 哈哈哈 你那個東西壞掉了 外面沒辦法幫你修 你也沒辦法改影音 因為全部都連動接在一起 然後一直到很後期 外面才開始 科技稍微比較進步 開始有人在破解 而且甚至它那個 土壁的那個音響 還連動裡面 還要顯示出風口 顯示你的溫度 所以你也不能 隨便換一台安卓機就算了 因為你就看不到你的風量 風速溫度 你都看不到 所以它這一次我想它應該有稍微 學聰明一點了吧 就是不要把它的音響連動 欸也有欸 其實也有行車安全 對啊 所以你看這個機子可能也沒辦法改 你這也沒辦法改安卓機啊 你看它這裡面有 什麼停車輔助行車診斷安全功能設定 那萬一這一台壞掉了 請問一下 你這些功能都 看不到了 沒辦法控制功能 我是不知道搞不好網路有在賣 因為其實我們研究過程中 我們到很多的社團社群啊 很多前車主也都提到 它這一些電系影音系統 常常什麼盪機有的沒有出問題 而且很多都甚至在保護行內 就開始盪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你原廠支援 到底可以支援到什麼時候 好那看一下後座 這個強調的重點在後座 看它舒不舒服 走 我先把前座 移到我開車的位置 好差不多 我們去看一下後座 坐起來如何 欸不錯欸 扶手 唉唷 沙發就是軟 不錯喔 這沙發其實做起來算不錯 有沒有這上一集有講到了 Velita的把手 這個把手我是給高分的喔 有在用心嘛 有別於一般人做的那個 塑料把手 那你願意去做一個這種皮的東西 還有這些五金 對不對 這必須稱讚 好那這邊還有一個這個 DVD的螢幕 但是這看起來就是 比較老舊的螢幕 解析度蠻舊以前的 欸好了看完了欸 後面也看了 剛剛後面已經打開看過了對不對 好不好我們要試一下是不是 如同這個 電視這麼多的這個網紅 欸想要紅的網紅拍那字節 準沒錯了 分兩派嘛 一派就講到好棒棒嘛 你去哪裡花這麼便宜的錢 買到一台這麼大的車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Diss他嘛 什麼這個 後座有漩渦啊 當你在發動的時候 你後座的油箱 下面有漩渦 會把你牢牢的吸在後座的地板上 不是去加油就是在去加油的路上啊 啊不是我們講的 我剛剛以上都是別人講的 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上 我很期待 上路去試一下 到底開起來有多嗨 哈哈哈哈哈哈 出去嗨了走 汽車教授 職人喜車用品專賣 Friodo 百年歐戲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و defend 煞車 煞車有以前泥騷yd Journey 你�sel oggi 很力 sust 那不舒服啊 沒有來 要控制一下腳 這seller網友就這樣 多練習啊 你要習慣啊 控制力道啊 對不對 起步不錯啊 175匹馬力 28公斤米的扭力 變速系統是五速手自排 2.2 Turbo 這個我們先這樣講 因為這是一台14年 跑13萬7千公里的車子 所以我們測起來 一定是跟它新車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就以現有的狀況 開起來感覺跟大家分享 車況上面一定跟新車的時候是有那麼差的 好晃喔靠別 避震器可能已經軟化了 起步其實我剛從公司轉出來的時候蠻輕快的 可是在加速上面有點遲鈍 那因為這個以前大家都一直說要很耗油對不對 那我們沒有實際測試會懶得測試 反正我有問一下車主 那大部分它網路上面我們也做一下功課 大部分是說在6到8公里 我記得它的官方數據平均以後是11公里 這個有點差太多 它公布是平均11然後人家是6到8 落差一點大 輪噪聲好大聲 腳會感受到那個零零碎碎的麻麻的震動感 應該底盤的隔音是很薄的 因為我的腳踩在地板上 我就可以感受得到這個底盤的震動 誒 轟轟叫呢 它這不是風切聲誒 它這不是那種咻咻咻的方式 這五速手自排我怎麼覺得開起來的那個拖那個轉速的感覺怎麼有點像CVT啊 完了 有點拖的感覺 上個70之後更明顯 誒 引擎聲其實蠻大的 它這個螢幕上面 螢幕上面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設計 這不得不稱讚好不好 切方向燈可以看到兩側 好 我去日本看到很多公車啦 卡車 貨車都會有裝這個 你只要打方向燈就可以看到一些死角 然後我一直在說為什麼這個東西它不是很貴的東西 我從幾年前拍我那個老虎舞姿的那一片說到現在 為什麼政府不把這個東西 列入一些殺死車什麼等等的標配當中 驗車要驗這個東西 這樣才可以增加用路人的安全嘛 它自己也保護自己嘛 在那字節上面 我很推崇它這個系統 我自己花兩千還是三千 我就DIY做出兩側了 我還是用最土炮的方法 你是不是沒看那個影片 那個我沒看 你沒看的可多了耶 你有不知道嗎 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那個很棒 那個不貴的東西 為什麼不去弄 為什麼不去推廣 好好推廣一下這個東西 我真的覺得還滿不錯的呢 那這個我不知道是因為車老的關係還是什麼 這避震器就是我一直可以感受到一些微小的晃動 就是如果遇到路面呢 稍微比較起伏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整台車就是這樣 軟趴趴的這樣一直晃 一直晃一直晃 其實也滿像船的啦 那有可能是它這個變性已經衰退了 網路上其實我們研究了一下 反應的問題滿多的 而且它很多都不是說車老了應該才會發生 很多都是在新車交車之後就發生很多問題 比如說亮很多故障燈 很多這個電系影音相關的東西 都很容易被人家說這個在很新的時候就毛病很多 當機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就方向機 方向機其實這個很早很早之前 一開始那之前剛出來的時候其實方向機我就聽到很多的案例 好那我不知道後面有沒有修改好了 那我就不曉得了 漏油啊等等 然後我也遇過 那以前的事情喔 我先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我也遇過修理廠 客人方向機壞了 去原廠拿了一根原廠的方向機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副廠了 也沒有什麼外廠的料 一定是原廠 這個外廠的料也沒有人要生產 所以一定是拿原廠再把它裝上去 還是壞的 新的來還是壞的 所以就很麻煩 我遇到滿多修理廠是不願意修這個車的 因為沒有錢賺 又遇到那種拿新的料來幫你裝上去還是壞的 那我真的這個錢我寧願不要賺 所以就是外面有一些修理廠也很不想要修這個車子 那聽說現在已經在外廠可以拿得到原廠的料了 那價錢上面也有比較優惠 沒有像以前價格那麼硬 以前他們的原廠鎖料 零件就是一定要找原廠 那它給你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所以其實站在這個納智捷的 我聽到很多周遭的這一些 客人也好朋友的分享 其實我覺得很像一個車子 就是像之前MG出來的時候 我剛剛在講 MG很多車有是新的時候 引擎系統都會當機故障 一下亮這個燈 一下亮這個燈 有預熱冷氣壞掉 都是在新車的時候發生 我記得當時納智捷也是這樣 所以我在MG的時候才講到一個重點 我說原廠的服務精神 服務態度非常重要 那都是因為受到這個廠牌影響 我記得MG最後一集 我們到原廠去把這個 引擎燈處理好之後 我有跟大家分享 我說其實台灣做的東西 大家都很願意支持 但問題是 你要提供好的服務品質 你要讓你的客戶真的覺得說 你是很認真的想要服務 而不是你一開始很認真 然後覺得做做做做到 好像很麻煩耶 然後就擺爛 那這樣不行吧 所以這個也不要辜負大家的期望 我是這樣覺得 哎呦 怎麼起步 停下喔 重拖的聲音都出來了 好爬坡 我覺得還OK 就剛剛那個剛開始要爬的時候 你很明顯的感覺到引擎的 咆哮怒喉聲 然後有一點重拖感 這引擎真的讓我隨時聽起來 都有一點重拖感 就算我現在只有開50而已 我都覺得它還是在重拖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一直都在拖 哇這渦輪磁質 真的有夠 而且還伴隨著一點金屬的那個橋級聲 變速箱稍微笨了一點 就是它的那個換檔的邏輯上面 還是遵循著 滿傳統的一個邏輯概念 就是頓頓的 然後 你要說它不好也沒有 就至少你覺得它該換檔它就換檔 至少你要它降檔的時候它是降檔 但是就是 慢了點 盾了點 這過彎真的 不太行 我猜 樹線內過彎而已 就覺得整台車 側傾跟換換的很厲害 你看怎樣怎樣 喔怎樣 沒有沒有 你有感受到拘力是不是 我很慢耶 我40而已耶 不要套了 你這樣觀眾朋友會有看很快耶 反正我是覺得能做出一台車的 我也蠻想做一台車的 我以前的夢想就是做出一台屬於自己的車 可是 法規不允許 如果台灣有些制度說 你今天一個鄉下的小作坊 鄉下的一個農舍 小工廠 對不對 跟Fly一樣 跟Lamborghini一樣 做出來之後 如果去驗法規什麼可以通過 有什麼不好的 我覺得改裝車也沒什麼不好的 對不對 你只要給政府給一個合法的規範 驗出來 像以前那個叫什麼 我看那個加拿大的那個 擔心老車節目 他是不管你有沒有牌耶 他在報廢場去把車拖擺 車已經報廢了 然後他就買回來嘛 然後他就換了引擎 比如說他把這個引擎 換成別台車的引擎 反正就拼拼裝裝 拼拼臭臭把它翻新完之後 然後你可以叫驗車員來 你的工廠 他就現場幫你驗車 結構啊 什麼安全啊 法規什麼的 他幫你驗完之後 他給你那個證明 你就可以去領牌 我覺得是法規的問題 好啦 很軟啦好不好 就這樣嘛 他變動箱邏輯就是正常 中規中矩的變動箱邏輯 他風氣是很大 轟轟叫 底盤也是轟轟叫 反正他就是一個最便宜的 MPV車 所謂的最便宜 並不是價位上面而已 還有在年份上面 也取得一個 平衡點 並不是說很舊 所以很便宜 但是很新也很便宜 那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車 我們上一集也跟大家分享 這市面上 一般正常一個車價 大概在20萬左右 如果是車上收價 2014年的頂級版 旗艦版 賣出來我就不曉得了 因為我也沒賣過 好不好 大家自己去研究 賣出來可能 每比30萬 或20幾萬 我不曉得 因為我根本也不知道 這車他們都抓多少利潤 好不好 這個就是看官們 你們自己去做研究了 再次強調 我們購入的金額 因為還包含 車主跟我們換車 有一些補貼的行為 跟動作在裡面 所以這個 我們的行情 不能稱為 市場上真正的行情 而且還有換一個 右後門的板件 因為我是真的是 要過一手給人家 所以我就用人家的價錢 直接去跟車主講 這個我就不負擔什麼 輸贏勝敗的責任 那這集的納智捷MPP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也留言分享 看一下 然後下次見 掰掰 欸 芒果 我教你一招要不要 現在不是很多人都在談論星座嗎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講星座很簡單 比如說你只要把正面的話 講完再反過來講就好 你就會顯得你很專業 然後人家會覺得 欸 還蠻準 比如說你是什麼星座 牡羊座 那牡羊座給人家的一個 最大的感覺直覺是什麼 你想形容一下 牡羊座個性隨便講一個 好像脾氣很暴躁 脾氣很暴躁 比如說對不對 你有一個 牡羊座脾氣很暴躁對不對 你怎麼講 牡羊座是這樣 雖然呢 它給人家感覺脾氣很暴躁 但是其實有時候 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 牠想一想 其實牠自己還是會有些檢討 喔 有沒有 講到你 欸 你覺得好像是耶 有沒有 好 再隨便講一個 比如說天蠍座 天蠍座 你覺得天蠍座 很會記仇 心機重 心機重 好 你要怎麼講 天蠍座的人 關於天蠍座的人 雖然牠心機重 但是其實呢 牠有時候是很注重朋友 喔 天蠍座進來 對對對 有時候 對對對 有沒有 有沒有 會了吧 先把牠那個刻板印象講完 然後再反過來講一下 好 比如說 你再隨便講一個 你還知道什麼座 處女座 處女座怎樣 愛甘鏡 愛甘鏡對不對 好了 處女座 雖然感覺呢 非常極度的有潔癖 但是有時候 偶爾牠也是會想要放鬆自己 如果處女座聽到 欸 幹 欸 好像是耶 哈哈哈哈 會了沒 學起來了沒 學起來了 不管你怎麼講下去 欸 好像 欸 好像蠻準的喔 哈哈哈哈 會了沒 所以好了 那現在我舉例反三了好不好 納智傑 納智傑給人家印象什麼 很好油 嗯 好 那你要怎麼講 很好油 先講一遍嘛 納智傑雖然很好油 納智傑雖然很好油 但是 但是怎樣 他很便宜 哈哈哈哈哈哈 有沒有 有點道理吧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等您欣賣 對 納智傑雖然 納智傑雖然